你好 艾文 就是法國的總統大選結束了 然後馬克宏連任 對 那前面他們好像競爭得很激烈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競爭 好像只有差一點點的百分比吧 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馬克宏他就連任了 但是其實他連任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不高興 因為畢竟他們的差異太小了 所以還是有很多人是支持另外一個人的 那這是法國呢 20年來第一次 第一次有總統連任耶 那你們知道法國的總統一次做幾年嗎 五年 沒錯 法國的總統呢一次做五年 一次做五年這樣 好 謝謝懷俊 好 來 再來 星辰 推特同一馬斯克收購推特 OK 好 推特呢 他就是一個也像是 他有點像臉書 像這樣子的東西 有點像Facebook 那之前確實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然後川普呢 他就是特別特別喜歡用推特來發言 可是呢 因為當時候他的一些發言 就被推特給禁止了 所以川普是再也 他基本上是一輩子都不能再用推特了 那通常是在美國或者是歐洲 最多人使用的 在亞洲 尤其是台灣呢 是比較少人使用 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啊 他們都會使用推特 像我有follow誰 我有follow那個馬克宏的推特 OK 好 那本來呢 這個Elon Musk呢 Elon Musk Elon Musk 他就說 他覺得呢 需要有言論自由 所以呢 他就覺得說 我們需要有完完全全的言論自由 他就很想要買推特 好 來 何欣請說 北京擴大核酸檢測 OK 北京擴大核酸檢測 這個呢 是在講到中國的疫情 對不對 好 那中國最近的疫情呢 好像 好像不好 其實我覺得好不好呢 原因是因為 在中國他們很堅持 一定要什麼 清零 我們一個都不可以有確診 他們很堅持 所以呢 就會採取一些 比較嚴格的手段 希望讓 讓這個確診率呢 降到零 那下一位來 Sean 以色列警方開火 阿克薩清真實 衝突 就遭到 就有40人受傷 在以色列嗎 對啊 然後沒錯 OK 好 因為我今天早上看到另外一個新聞 是在阿富汗也是 哦 在這個地方 還記得這個嗎 當之前我們在介紹這個 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 最有代表性的這個經典的清真寺 嗯 其實啊 因為老師剛好有一個學長 他現在就是被外交部派在以色列 他有講說 其實在這個一個月 這一整個月以來 你們還記得這一個月是什麼日子嗎 還有呢 災戒 災戒月對不對 有復活節 有災戒月 還有一個是 開災 開災 開災對 後天是開災節 後天5月2號是開災節 那在4月呢 就有蠻多蠻多 跟宗教有關的節日 然後呢 在那個4月16號的時候 是不是有復活節 我們上堂課就講到復活節 那對於猶太教來說呢 他們呢 也有他們的節日 那所以 還記得耶路撒冷 是哪三個宗教的聖地嗎 基督教 基督教 猶太教跟伊斯 對 基督教 猶太教跟伊斯 對 這三個的聖地在一起 也就是 在這個地方聚集著這三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那他們之間呢 可能平常就會有一些衝突 有時候呢 也可能是和平相處喔 但是呢 在今年呢 在這個月呢 確實是已經 已經在這之前 就已經有蠻多人受傷了 因為 因為 因為宗教信仰的衝突 那今天 這個 向我們分享的 新聞是什麼呢 今天是 這個阿克薩清真寺外 有多名巴勒斯坦的穆斯林 他向以色列的警方 以色列警方就是猶太教嘛 投擲10塊 然後呢 警察呢 就對他們發射這個 這個橡膠牆這樣子 所以 40個人受傷 那其實在這個之前 在這一則 新聞之前呢 這個月就陸陸續續 已經有蠻多人 因為這樣子而受傷了 蠻糟糕的 欸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講過一本書啊 叫做 雪是誰的 有啊 這三個都有 我們家有 有 你們家有嗎 太好了 今天也可以把它拿出來看一看 那這個雪是誰的呢 就不知道對不對 可能其實是大家的 喔 很好 這個新聞很棒喔 好 謝謝尚 來 再來是 請這個 好 Eddie 日本大捷徑機場人 很多都要去夏威夷 然後日本呢 為什麼這麼喜歡去夏威夷呢 夏威夷在哪裡啊 我記得夏威夷是旅遊聖地耶 對 旅遊聖地 然後它是屬於哪裡的呢 對 它其實呢 它是屬於什麼州呢 它是在太平洋 北太平洋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邊 日本在這邊 美國在這邊 所以呢 它是在美國跟日本的中間 這是美國在他們境外的土地 好 好 謝謝 再來下一位 好 Eddie請說 俄羅斯廢棄坦克成為烏克蘭小孩的遊樂場 確實 你看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了嘛 已經將近兩個月了 居然還沒有停止的 的跡象 這實在是也 一個人的決定影響了 你看千千萬萬個人 除了影響在烏克蘭 烏克蘭的人 那肯定的 因為他們就是戰火的地方 然後呢 也影響了很多俄羅斯的人 雖然他們不會因為 沒有流血沒有受傷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的影響 可能有些人也 必須離開他的家園 譬如說像我們 我們上次有沒有提到過 糧食危機 剛剛Bruno呢 有講到這個所謂的 沒有錯 因為在烏克蘭跟俄羅斯呢 他們是出產很大量的什麼 有人記得嗎 他們出口很大量的什麼 哪一種食物 小麥 對小麥 小麥拿來做什麼 麵包 麵粉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確實很多很多的 地方呢 他們就開始買不到 這個小麥了 那有哪一些地方呢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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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意大利 還有呢 西亞 阿富汗 阿富汗 英國 奧地利 葡萄牙 那除了歐洲之外啊 其實呢 還有很多地方也需要買糧食喔 尤其是他自己沒有能力種的地方 那很多很多的地方呢 他們確實呢都開始產生了糧食危機 那我知道現在最欠缺糧食的應該是埃及 是的 所以剛剛呢 Bruno你講的沒有錯喔 就是這個糧食危機是很大的 而且是接下來才會開始的影響 因為呢 戰爭才剛打兩個月 通常這些國家都還有庫存 好來Danny 據存擊落40架俄軍軍機的基輔驅軌 遭包圍陣亡 啊 這是一個烏克蘭的飛機的那個空軍的 的將士對不對 飛官 然後他曾經呢 打擊敗了40架的俄羅斯的軍機 然後他已經陣亡了這樣子 OK 了解 好好 謝謝Danny 好 來 好來懷俊請 請說 新加坡就是 就是 就是最近有 有儲食一個運毒犯 他的智商好像只有69 就是 可是一般人 一般成的智商大概是80到100隻 嗯 嗯 可是他之後 可是他後來還是被熟食啊 然後就是 出於絞刑 對絞刑 因為他 他帶毒到那個 在哪個國家 我忘記了 新加坡啊 是不是 是他出境還是入境 他入境 入境 然後被發現 對啊 嗯 這件 這個新聞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喔 就是這個 好那 有些國家呢 他們是非常非常 對於毒品的運送是非常嚴格的喔 如果他在海關 在這個 你知道你要進到一個國家 你要經過他的海關對不對 他如果在海關那邊發現 你有走私毒品的話 最高可判刑是死刑 未成年的人 是不算有行為能力的 他要講的是說 因為未成年有很多東西 還不夠成熟 你們很容易 其實成年人也一樣 我跟你說 很容易呢 被影響 或者是呢 被威脅 好 那你們覺得應該要有死刑嗎 我贊成 假如說你殺了一個人 可是他就是死啊 嗯哼 你要怎麼陪他 好來 Finn來講一下 你贊同死刑為什麼呢 那假設有一個人 殺了很多人的話 然後警察只有把他關起來 他會被放出來 所以他被放車 一樣還是會繼續殺人 好啦 好 所以你贊同死刑 好來 Alisa請說 我會贊同 因為如果你沒有死刑的話 大家都不會怕啊 是用炎尋菌法 法家的 對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死刑 有 但是不希望用嘛 但是至少讓人家知道說 你真的不能夠做太過分的事情 對不對 有嚇阻的作用 好來懷俊呢 我不贊成 因為就算你 比如說一個人殺了另外一個人 可是就算你殺太多半人 那個人也不會活過來啊 好來Page 來 你呢 你說說看你的想法 就是說一個人殺了另一個人 可是重點是他們的 那個被殺的人的家人會很難過 又很生氣啊 他就會責怪說那個是因為 那個人害的 所以是應該要他陪 陪同那個被殺的那個人一起死 嗯哼 嗯哼 嗯所以你贊同 OK 好那Shan呢 Shan 我覺得 我 我是贊同 因為如果 如果沒有死刑的話 這樣的話 那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比較壞的人的話 那不就在路上亂殺人 但是也沒有死刑的嗎 嗯哼 OK 很好的邏輯來 其實呢這個沒有標準的答案 我覺得 今天大家的 呃 今天的回答 有可能你過了一年之後 過兩年之後 你有可能會改變你的想法 但是呢你可以三不五十的呢 就 就思考一下 欸你贊成嗎 還是你不贊成 那原因是什麼 欸我也到現在也還沒做好我自己的決定欸 我以前是 覺得我應該要有死刑 因為呢確實是要阻嚇很多的人做過分的事情 對不對 後來呢欸有一陣子我可能又覺得說 就像剛剛應該是 懷俊講的是不是 就是 我把他殺了之後 可是 已經去世的人也活不過來啦 那我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所以有時候會 呃 會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 都可以 繼續的 呃不斷的去思考 我跟你們說 沒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個答案 而且你要容許你自己的答案可以改變 你也可以容許別人的答案可以改變 ok